参加中检金龙2023连演的中方参演部队 3月19日抵达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抵港后参演官兵与担负投送任务的海军警刚山舰密切协同 高效完成了武器装备的卸载工作 我现在在柬埔寨西哈努克港 现在是当地时间晚上9点50分 参加中检金龙2023连演的中方官兵 正在组织武器装备器材物资的卸载 参演官兵根据靠拨码头的实际情况 动态完善物资卸载方案 成立调度指挥 搬运解雇 舱面吊庄等多个任务小组 明确职责分工和协同计划安排 陆军 海军 联勤保障部队和地方公司等多方力量 开展协同卸载 这一次的卸载任务 环境地域陌生 车型种类多 吊庄能路到 对我们官兵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但是我们精细筹划 警签部署 提前检方对接场地调具 向海军学习卸载流程 提前完成的工作部署 这次任务参演兵种多 物资协行量大 卸载过程中采取吊庄不间断 分批次轮班作业 与码头工作人员密切配合 将卸载上岸的物资 及时转运到指定区域 我们针对不停装备的尺寸和型号 精细地制定每一个装备的射载方案 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我们的工作